你敢相信吗 这个身轻如燕 动作敏捷的男子 很小的时候 差点死于他父母之手 就因他生下来就像现在一样 双腿严重萎缩 原本会得到父母的怜悯 反而差点被毒害 千万不要以为他是什么杂技演员 或者受过什么特殊训练 他全凭自己对中国功夫的酷爱 靠自己数年如一日刻苦的练习 才有现在的一身毫无疑 大家好 我是看路 本期视频 让我们走进一个被父母抛弃 却身残意间的男子 去看看发生在他身边的 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小黑的母亲和他一样是个残疾人 小黑刚生下来的时候 双手就已经出现残疾 刚开始 他的父母觉得给孩子 做点治疗就可以根治 可直到三四岁的时候 小黑不光手发育不全 连两条腿也开始萎缩 根本无法正常行动 加上之前手指的发育不全 小黑的生活自理能力完全不行 本身要靠打工养活全家的父母 此时做出了一件灭绝人性的事情 从集市上买回了一瓶老鼠药 打算让他喝下去 免得以后拖累全家人 可心疼孩子的母亲 并不想放弃自己的孩子 他苦苦哀求丈夫 希望丈夫能留下孩子并抚养孩子 本身家境的贫寒 再加上儿子的残疾 为了让其他儿女能健康成长 小黑的父亲依然无动于衷 坚持自己的决定毫不动摇 小黑母亲为了改变丈夫的想法 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 独自喝下了那瓶老鼠药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希望以此方法能留得自己的儿子 母亲的突然去世 让父亲更加憎恶小黑 他觉得现在身边发生的所有事情 都是由小黑带来的恶运 他只有把他扔掉后 才可以摆脱恶运 可能是看到自己的女儿 为了外孙而去世 当女婿把自己的外孙丢弃时 外公第一时间在丢弃地找到外孙 并打算抚养他 虽然外公年事已高 但还是尽最大努力抚养他长大 一接回来就拿出自己的毕生积蓄 来给外孙治疗 可由于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 外公也不得不放弃治疗 虽然小黑的四肢不健全 但他的脑子却很聪明 为了让外孙有个好未来 外公每天很早就起床 做完家务后 每天背着外孙到几十里外的学校上学 下午准时接外孙放学 这一接送就维持了几年 好强的小黑也在老师口中听说 中国功夫可以让他变得更健康 再加上从他外公口中 得知他从小到大的故事 让他幼小的心灵充满了怨恨 原本受骨临巡的小黑 开始痴迷于中国功夫 每天独自一人在空地里练习 没有专业师傅的指导 只有自创招式 可日复一日的练习 还是让他有了强壮的手臂和健康的身体 他发誓要用自己的能力 让父亲后悔抛弃的 也要用自己的能力 照顾好自己的外公 让自己的家人过上好生活 如今的他即使身体严重残疾 不仅不需要家人的照顾 反而可以在家种植一些香蕉树 基本上解决了全家人的温饱问题 现在的他已经迎娶了 自己心爱的新娘 原本担心孩子也有同样的残疾 可这次幸运女神终于站在了他这边 三个孩子都是健康的 一家人的生活终于可以幸福而甜蜜了 与此同时 孩子的增多也给小黑带来了巨大压力 孩子吃饭和教育问题是头等大事 在家重点庄稼可不能改变现在的命运 现在的小黑不光每天打几套自己想象的中国工作 没事的时候 就向村里懂技术的人学习一些专业知识 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以后能买个轮椅 然后在村里开一个修理厂 这样就可以逐步改变全家人的生活面貌 他可不像自己的孩子 以后也像他这样 面朝黄土被炒天 他坚信 生活给了他磨难 终有一日会给他幸运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看路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